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今天下午前往国防部听取国防部长高广旗简报 陪同的还有陈静人林全以及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 蔡英文的车队刚刚已经抵达了国防部 而最新情况马上连线记者刘一轩来告诉大家 好 主播观众 蔡英文即将成为台湾的第一位女三军统帅 今天下午就在刚刚两点的时候 蔡英文是来到了国防部 要来听取国防部长高广旗进行这个国安的机密简报 而今天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高广旗会不会继续留任 担任蔡政府的第一位国防部部长呢 先带来看一下稍早情形 好 你可以听到呢 其实蔡英文的国防部长人选目前是还没有公布的 因此相关的人事案传出高广旗可能是会留任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刚刚两个人是都微笑不回应的 不过呢 其实蔡英文如果要清点这个文人部长呢 之前呢传出在扁政府唯一的文人部长蔡明信是可能的人选 另外一个人呢就是民进党智库的国防小组 召集人陈文正呼声也很高 而她今天呢也是陪同蔡英文来到了现场了 而其实呢 之前呢曾被嘲讽说穿裙的人不能当总统 因此蔡英文今天特地是以未来这个三军女统帅的身份 来和军令系统第一次会面 根据我了解主要今天谈论的内容会包括这个两岸的军事动态 还有募兵制等等跟这个军备相关的情况 其实呢以往包括这个陈水扁总统还有马总统 在就任前一个月国防部都会进行这样子相关的简报 而今天出席的人呢包括这个新政府的行政院院长林全 还有副总统当选人陈建仁 以及呢这个未来被视为这个国安会秘书长 可能人选的这个党的秘书长吴钊燮 还有被点名是国安会副秘书长的蔡英文核心幕僚 陈俊玲今天都是陪同蔡英文出席的 不过呢由于今天整个简报的内容呢涉及机密 因此全程是不公开的 稍后呢也会由这个新闻部主任黄崇燕 在党中央进行会后的转述 好的以上数目前掌握到最新情形 先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谢谢宜萱带来现场最新状况 520新政府即将上任 不过目前为止国防部长的人选还没有定案 卫传高广情有可能会留任 但是今天双方会面都没有证实这项消息 有任何更多最新的进展 我们会随时的带你一起来掌握